花莲不仅有三明水秀的观光资源 也有丰富的宗教文化 2019年4月 花莲县延辽池府千岁文化发展协会 就在花莲县政府 花莲市公所 吉安跟寿丰乡公所的指导之下 19号到20号两天 在延辽东天宫 举办全国春季王爷联谊会活动 并且全力做好第一届第五次会员大会 连辽东天宫主委张德福说 东天宫附近景色优美 地灵人洁 是台湾地区不可多得的灵修圣地 希望这一次的活动 能够让各地信众前来体验花莲 风光明媚的美丽景色 东天宫还准备了50桌美味的宴席料理 给来到这里参拜的各宫庙主持跟信众 能够品尝到花莲道地的美食佳肴 花莲县民政处长萧明甲 花莲县议员林元傅 20号中午来到现场上台致辞 欢迎各地的善男性女来到花莲这个贵宝地 感受花莲丰富的丰土人情 跟浓厚的宗教信仰传统文化 不过来把各位在我们的乡亲 来国管区 我们的国家公民的信众 来给你们报告 他在那里管长 国家公民也尽量挂起来 就在这里先代表他 管员我们国管区 来这里跟我们的花莲 来投资到 投资到 给我们的公民 在那里先代表大家带来这里 来花莲走走走走看 为什么 在那里先代表要来换这 要来换这 要来在这里 在这里发肥 在这里安居 在这里 有他的使命 在两天一夜的宗教文化活动当中 东天宫还安排了舞龙舞师队伍 加上多彩多姿的芭蕾 蒙古舞 还有传统的西藏舞蹈表演 数百名各地的宫庙信众 参拜慈府王爷 场面不仅庄严隆重 还相当温馨热闹 活动安排的各种表演 也非常精彩 有可看性 赤府千岁发展协会表示 主庙在台南北门柯寮保安宫的 慈府王爷 忠义精神已经流传三百多年 这次王爷联谈会活动 选在面对太平洋的炎寮冬天宫举办 可以参拜前卧观音神像 有三千多年历史的白珊瑚石头宫 还可以欣赏花莲海景 以公益的慈悲心 带动宗教交流跟发展 吸引更多的人潮 前来花莲观光旅游 繁荣地方经济 记者陈俊宏 陈文旭 花莲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